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谈到了王主 他公司的构建 他的勤奋和他的创业 以及他翻手为云 扶手为雨的谋略 最终他被双归 他的命运会如何呢 双归以后 他交代了他跟副市长之间的勾结 但是他没有交代其他的人 其实他与市长与其他的人也有很多关联 但是他牢牢的闭上了嘴巴 实际上极委的人也在暗示他 不要再多说了 由于他没有说其他的人 也就是在六个月以后 他就被放出来了 他是一个实际控制人 同时他既不是董事长 也不是总经理 可以说从工商登记上他不是高管 所以说呢 就没有对他任职的限制 他仍然牢固的掌控这个公司 这个副市长啊 坐了四年牢 然后呢 这个假释提前出狱 出狱以后啊 他对这个副市长呢 也安排得很好 把他安排到公司当副主 实际上也不上班 还是发工资 保障他的生活 副市长一出狱 他就包了一个房间 每天呢 就提供啊 一个漂亮的女孩 去陪他 这个副市长呢 长期在监狱里 生理啊 都不正常 所以呢 这方面的需求很旺盛 大概几天以后啊 由于过猛了 就出院了 他就看他 这个副市长拉着 王总的手足 望中啊 赶不得啊 俺的神体小手不撩啊 你千万在开派消街了 俺手不撩 俺多祸两天 所以他很多人呢 对他这种行为呢 还是给予赞美 说这个人有情有义 王总啊 比较好大喜功 他在全国呢 开始设分店 什么武汉啊 湖南啊 甚至在北京啊 还开展了一个公司 在美国 所以啊 他的 你看他公司的发展呢 应该是红红火火 他的性格啊 比较暴躁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 越来越暴躁 在一次婚宴上 啊 也就是他下面一个员工 的婚宴 这个员工呢 是市政府秘书长的儿子 婚宴很豪华 都邀请去了 然后呢 在发言上 证婚和发言上啊 就没有安排 他们公司的领导 王总 非常的生气 就发飙了 啊 就说 怎么能这样干呢 你把我这个王总 把我们 这个秦庄汉瓦公司 放在哪里 当然了 人很多 所以他发飙啊 也没有影响 整个婚礼 很快了 新郎的父亲 也就是市政府秘书长 就来进去 进到了王总这里 谁都没想到的是 刚才他还发飙 把一个筷子 一个竹筷子 摔在地上 居然摔成了四截 一想到有多大的利益 那仇恨到什么地步 但他马上转入为席 哎呀 恭贺恭贺 这个儿子不错 有前途 未来我们会重重的 这个提拔 谈笑风声 所以满足其他的人呢 都感到不可理解 怎么变化这么快呢 在业务的经营上啊 王总有他的手腕 比如说拿地 有一个公司资产呢 规模比较大 金钱多 拿看中了 同样看中了这块地儿 然后举回去竞标 他的报价呀 要比他们秦庄汉瓦公司高 怎么办呢 王总这时候就充分动用了 他的人脉 他就要求检察院的人呢 去到这个公司去查他的税收 查他的经营 结果很快呢 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就锅当入狱了 当然这笔生意呢 人家也不能再做了 所以他很顺利的 以低的价格拿到了这块地儿 他的公司拆迁 很多拆销户不满 是吧 去告他 他也有他的办法 他动用几个黑道的 在开庭的那天呢 突然把人家堵住 比如说 有个女性去开庭 刚刚要上公共汽车 突然几个黑道的就把他围住 说你老公插我的线 就不让他上车 就纠缠他 这个时候他跟法官也沟通好了 法官一看九点钟开庭 人没来 等十分钟 还不来 测速 所以他有一套的办法 王总啊 开始热衷打麻将 他打麻将啊 有个特点 实际上就是考察干部 他考察干部的方式与众不同 一个是麻将 一个就是看你喝酒 说麻将啊 什么看上家 观下家 还有什么其他的 他就看你这个人 贪不贪 同时呢 他就打完麻将就请你喝酒 把你灌醉以后 他是 王总可是敌酒不沾 他就看你狂不狂 会不会啊 贪酒无事 所以这是他考核干部的 一种很重要的手段 跟我们啊 中组部那种考察的方式 完全不同 他是一种江湖的考察 但是确实很有效 其次呢 在他的身上啊 出现了阴谋跟阳谋 所以他把毛泽东的阳谋 用意的是非常的好 哎呦 公司面临的换届了 根据公司的章程 董事长 总经理要换届 总经理和行政总监呢 都想去把当董事长 这个董事长呢 本来是外来的 干着也没劲儿 也经常呢 被王总羞辱 也不想干了 然后就说 哎呀 我这个年纪大了 要回去养生子 我就不干了 但是他要不干 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把整个平衡啊 把王总在背后操控的 这个棋局脚烂了 王总就跟他说啊 还是你要干下去 我们兄弟的情谊 说到最后呢 王总丢了一句话 你要是不干 我就再把这个公司关了 这个董事长一听 感情到这个份上 从来没想到 自己这么的重要 一感动了就说 那我还是干吧 哎 说服了 董事长以后 他转头呢 跟行政总监 跟总经理就说 哎 那个伙计 还是要干啊 所以他这个 前一句后一句 他就把毛泽东的 那一套东西啊 应该说学得淋漓尽致 下面来我们来谈一谈 王总的婚姻生活 他的婚姻生活 应该是比较混乱的 他有多少情人 我们似乎也不太清楚 应该有二十多个 有多少孩子 可能有十几个 都是私生子 他的特点就是 看中了一个女孩 然后呢 就跟她同居 当这个女孩 有了孩子以后 他就会承诺 给一套房 给一辆车 同时呢 安排情人 到他的子公司 和分公司任职 作为他的眼线 所以这样呢 一打两就 情人孩子的生活 得到了保障 同时呢 这些情人 还可以为他干活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种模式 去发展 生意 虽然双规受的影响 但没有大的影响 情人多 孩子也不但的出生 生意也做得大 尽管性格暴躁一点 但是都不受影响 所以他的生意啊 可以说红红红红 他甚至有一种想法 要到美国的芝加哥 去做业务 有一种宏大的理想 有一天呢 他刚刚认识个女孩 两人刚刚发展为奇能 关系 吃完饭以后呢 他们就到一个地方 去度假 哎 他的沃尔沃豪车啊 就没油了 他就下去加油 加完油以后 一踩油门 那个车子啊 就迅速的飙 就往前面开 刚刚开出加油站的时候 就在他的后面 有一辆大卡车货车 急死而来 就跟他车子里发生了碰撞 王总和他的情人都很惨 就要伸手分离啊 当场死亡 这个故事啊 也就嘎难而止了 王总家境贫寒 所以他从小就勤奋和早会 但是正是因为 这一种贫寒的家庭 和没有正规的教育 他的心理啊 是不正常的 他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现状 出人投地的 想法 同时呢 他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因为他没什么文化 所以他体现出一种反制的倾向 在他的声音和婚姻上啊 他基本上体现的是没有底线 同时呢 他 对待朋友 他善于什么 用手腕去控制别人 所以他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朋友 他也没有宗教信仰 心中啊 没有一种敬畏 也不知道什么是进 什么是退 他最崇拜的人 就是毛泽东 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是他的宗教信仰 其实看看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的内心 都有毛泽东 都是一个小的毛泽东 王总的灵魂 是去了天堂 还是下了地狱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 我们满眼望去 行走在街上 在生意场上的王总 比比 解释 好 今天的故事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